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今天又到了裝潢日記的紀錄 我們今天來盤點一下木工做了什麼 我現在在我家的客廳 這整面場全部都是木工做的 就是這邊是木工場 然後這邊是電視的機櫃 然後現在油漆已經先上了一些Dios 然後這邊裡面是木工貼 然後到時候還會有門片 然後就是抽聽 對就是整個的完整的電視牆 然後跟這邊 那個冰箱的冰箱的側板 就是這邊我在想要 帶走公司一些東西 對待在客廳就這樣 就這兩個 因為我上次通過開箱的時候 我講說我的臥房 就是主臥房要做一個化妝台 現在帶你們去看 這就是那個可以分跑的房間 可以分跑 可以分跑 你在玩火貓貓喔 對 這邊是電視牆 然後我們這邊還是有做一個 木板可以放的東西 比如說 什麼啊 音響之類的 音響啊 對對對 就是這是惡靈堅持的 對啊 對 然後背面 我們轉過來看背面 對 背面的話就是 我會放化妝台 的東西 然後因為這時候其實 本來這邊其實是要加一個木板 但是 我想要買現成的 就是 我自己有挑了幾個喜歡的 到時候再看出什麼拍照 所以它上次上就是一個盒子型 對 大家來 那個公班來的時候 會覺得這邊是超奇怪的 不知道 你這邊到底要幹嘛 對 到時候 到時候都知道了 電視牆的起義搭配 對 然後所以我的主貨 也只有這個木工而已 超少的 還有天花板啊 天花板 就是都有啊 幾乎我們 每一個空間都有做天花板 對 這也是木工的部分 然後帶你們去看 我媽媽的 天空空都是可以分好的啦 就是也不是只有我旁邊可以分好的 你看看應該要這樣而已啊 這間很...比較... 這間的話 它... 我只是... 我工作了 大天花板是有做的 然後這邊就是 做了一個床頭 大這樣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個兩 然後我就想說 呃... 做一個床頭板 這樣子比較頭 不會壓涼 對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木工貼的 但這個顏色呢 我不是很喜歡 只是 因為太...太極了 然後也離時找不到適合顏色 就木工就先幫我貼了這樣 嗯 就看到說多大 那你... 這個地方是幹嘛的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對... 這個我堅持掉了 其實原本沒有那一片 然後... 原本是... 整個這樣子落地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這邊到時候會放一張單 然後讓我媽媽可以在這邊 就是... 看電視 對...做個看電視 可是我覺得這邊這樣空太多了 不好看 所以我就堅持要用這一塊 然後可以讓它... 在床邊的時候可以放手機 或是... 放茶啊什麼的 就是比較好用 就是比較好用 沒有茶口 還有那個... 兌現的燈 燈 太怪 太怪 好 接著是... 爸爸房間 好 現在來到爸爸房間 對 爸爸房間呢 很簡單 對呀 我就做了一個... 木工的床架 然後呢 下面有抽屜台 但是... 好 我先不可以讓你們看說 那個... 因為... 其實木工都會貼皮 然後貼內板的外板 我先不可以讓你們看內板 我就是... 就是... 很驚喜 這樣 很驚喜 對 好 所以這樓就這樣 這樣樓就這樣 接著呢 我們來到視聽室的... 牆面 這邊做了一個... 大片的... 電視槍 就是... 這邊放電視嘛 然後旁邊兩側是... 櫃圖 對 然後因為中間呢 有一個樓 所以... 就是... 你們看到下面這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有個樓 所以他做了這樣 不要啦 因為中間有一個... 樓 所以我把它這樣... 封起來了 那下面呢 我不想要浪費空間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個... 呃... 比較深的... 就是這邊... 可以放一些機櫃 就是當機櫃用 就放一些機器啊什麼的 然後... 然後... 先可以從那邊出來 對 然後這上面呢 一樣可以放... 影響 對 放喇叭 對 然後你們就可以把兩套做 所以這邊比較淺 這邊比較深 然後... 嗯... 其實上面還是可以利用空間 可是因為要放電視 我就... 我就捨棄掉了 我不想要... 做這麼多鬼子 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天花板一樣的包 然後... 然後... 但是這一點的... 隔間 就是... 隱藏門的隔間 也是木工作的 對 也是木工作 對 到時候就會變這樣 很長 就是到時候就... 七牆面 就用那個... 牆面的顏色去跳 我們試停室還有做一個滑軌門 就是... 這個是... 惡靈堅持要做的 對 然後... 它其實是有一點那種... 骨艙門的改變 用滑軌的方式 然後我們這邊是想要做玻璃的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木工作的強點 就是... 我不想要看到... 就是... 樓梯一上來就完全沒有區隔 那... 做一個門就是有區隔的感覺 比較好看 對... 這也是木工作的 到時候啊 這邊... 會有一個... 鎖 會有一個手把的鎖 然後... 然後... 電鋪鎖 對... 到時候就知道 到時候可以給大家開 對... 現在就是都抽手的 好開心喔 好...回到... 我們辦公室 對... 這辦公室... 十六的工作室 這個也是木工作的... 牆面 然後那個視覺牆也是木工... 底天做的... 然後... 今天油漆已經先... 漆了一個底色上去咧 它是那個... 磁性的黑板漆 所以可以在上面... 其實這一集... 本來是要盤點木工做什麼... 對... 結果油漆也... 油漆也砍破進來了 對... 好期待喔... 對啊... 它這邊怎麼... 怎麼這樣子... 到時候做完就知道了... 這邊是什麼顏色啊... 它該不會用... 用白色啊... 是白的啊... 那邊會是白的啊... 是嗎... 嗯... 那我手工就了... 平常啦... 那你要講接一下上去啊... 哈哈... 好...接著我們看... 惡里的工作室... 好...接著呢... 這是二雷超... 親愛的... 辦公室... 不是... 工作室... 就是它的... 辦公室... 就是... 超... 超... 超...超... 很長... 跟火花花的那個... 廚房大概到的廚房... 一樣... 幾乎一樣長... 對... 連... 連半都說自己的廚房耶... 差不多... 可是... 這邊... 以後不是只有我的位子啊... 旁邊... 旁邊還有... 會有你的位子啊... 因為... 它這邊... 鮮店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會來... 跟它保護的事情... 所以我也可以... 都來旁邊... 對... 會有兩張椅子... 然後兩個電腦... 對... 你現在這些... 可以抽到嗎... 因為沒有東西啊... 對... 然後這個是... 戶工工作的... 位子... 二雷超不會... 所以... 收納... 不然它東西... 會軟掉... 好啦... 就這樣子... 就是... 最後再... 你看壓軸... 就是... 我很期待那個... 小空間... 什麼時候多了這一塊... 上次明明就沒有要做這一塊... 最後壓軸... 因為這個... 我差一點... 就是被... 就是... 你知道... 這樣子... 因為... 因為它已經要快退場了... 幾家已經要... 東西收一收... 包啊... 寬寬的... 就要回去了... 然後我沒有想說... 欸... 我還想要做一個這個... 然後他就說... 他今天很無奈... 都幫我做了... 所以這是我的最家場... 因為我們家呢... 其實有蠻多... 小朋友的... 那我希望說... 小朋友... 小孩來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地方... 可以玩耍... 然後累... 可以在你上面休息一下... 睡覺... 那大人睡也沒有問題... 然後下面呢... 就整個可以做收納... 到時候成品會看給大家看... 對...到時候成品... 都有拍給你們看... 盤點完木工... 做了些什麼... 其實... 專潢的進度... 又... 然後也蠻期待... 就是... 油漆結束... 還有整個... 家都搬進來的樣子... 那... 這支影片分享給你們... 那有...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分享加按讚... 開啟你的小鈴鐺... 然後追蹤IG...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動態... 就這樣子... 掰掰... 妳爬那麼高... 真的啦...我的媽呀... 我的... 我今天回去... 我今天... 今天回去褲子要洗了... 超... 湯的... 妳有差嗎... 妳的褲子都我在洗的... 哈哈哈... 啊... 大燈 啊... 啊... 啊啊... 啊...